其實說真的喔 我有點搞太懂他的名詞 哪些名詞 例如那個 呃 呃 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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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一庫魯的電 讓一庫魯的電 移動某個電壓之後 需要一教人 這個 等下 我不需要再用這個 你不需要再用這個 那我再用這個 我就 好 那我不會算了 我們不是只有 我這邊給你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是甚麼 是甚麼東西跟甚麼 那個 這個 I I 分之V 等於R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是有這個東西嘛 好 我們來思考這個題目 我們來思考這個題目 V2 對 對 對不對 對 那他電流會相同嗎 電流 電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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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不會相同嗎 因為電流是流過V 流過R1的電流 跟流過R2的電流 不會一樣 是不會一樣 電流是不會一樣 電流會依它的那個 電壓一樣 電壓一樣 因為電壓一樣 電壓 R1 R2已經差不多不一樣 結果電流會一樣 它不是很奇怪 就不符合 這個東西 就不符合啦 那個 R1 R1的球法 I1的球法 是不是 等於 R分之V I1 R分之V R 等於R1分之V1 對啊 沒有錯 所以它等於一百分之四點五 不是四點五吧 因為V1等於我不知道 對 對 當然是我不知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是不是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R1都知道 R1是一百 R2是兩百 對不對 喔 等一下 我知道 等一下 幹什麼 好 那 所以說 所以說 這邊的I1 I1等於什麼 I1等於什麼 V1等於V2 對啊 I1等於V1 I1等於V1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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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數學們學過 所以不知道 就是假設 對 不知道就是寫假設 不知道就是假設 它是一個位置數 所以I1等於什麼 I1等於V1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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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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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對喔 為什麼 它不是把V1 移到等到左邊嗎 移過去怎麼移 它是錯啊 層變成 所以 V1等於IR V1等於IR 我現在是問你I1 I1等於什麼 I1等於那個 I1等於那個 R1 V1 R1分之V1 R1分之V1 這邊可以V1才對啦 R1分之V1 對不對 I不等於什麼 R2分之V2 R2分之V2 對不對 剛剛V求出來 V還沒求出來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R R100 但是我們知道這兩個相交點是什麼 I1加I3 I2等於I3對不對 有 I3等於R3 I3一樣是 I3等於R3分之V3 對不對 好 我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條件 是不是這個東西 V1加V3等於4.5 V5 最後一個條件是這個 V1加V3等於4.5 是不是? 他有電壓值嗎? 對 V1加V3 是不是 你知道今天講什麼嗎? 你不知道誰是在喊他 V1加V3 也等於V2加V3 對,沒有錯 那既然是這裡 這邊,是不是只有這個? 這是已知,這是未知 那我可以把它寫的一樣 R2分之V1 R2分之V1 因為RV1跟V4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這麼多條件 我們可以把它帶過來這邊 我們就來算一下 第一個式子 I I1 I1 I1分數以100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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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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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然后V1加V2等于什么 V1加V3等于什么 V1加V3等于什么 等一下 这第一次 第二次是什么 V1加V3 谁知道V1加V3 当然知道啊 V1加V3等于这个 这个等于什么 4.5对不对 V 4.5 V1加V3 4.5 V2加V3 4.5 5.5 对吧 2加V2が 0.6 2加V3 0.1 1加V3 2加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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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ỉ 你會解嗎 等一下啦 怎麼感覺上好像 V3 V3 V3等於3V1 V3等於4.5-V1 下面的要先除以300 因為我先把V3等掉 現在不太聽了 所以V1是2.25 V1是2.25 是嗎 我老實是往前算 我不知道是多差 我們看來看 V3等於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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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I1是多少 I1的話 我們看這邊怎麼會一樣 這邊是2.25 I1是1.5 I1是1.5 I1 事實上這邊的 我們看喔 這邊的電阻是300 這是100 這是200 我們說過 這病年的電阻會接哪裡 病年的電阻會接哪裡 我算出來了 你算了 病年的電阻會不會靠近100 那不要靠近弱的那個 喔 那不要靠近小的那個 電阻比較靠近小的 就是病年的系統 電阻會比較靠近小的那個 所以電阻靠近 電阻比較靠近小的那個 電阻的大小 會比較靠近小的那個 電阻 電阻 不要靠近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不會是300 這不會是300的話 這兩個電量不會相當 所以說剛剛那個 我算平了說 對 1 你剛剛說你算多少 志姊 我還好 我算是30 這兩個 我算是30 我算是30 你用V1還V5 V1 我用V1 你看喔 V1不會是20 也不會是3 為什麼 因為這邊電阻大 這邊電阻小 我們上次講 我們第一次講過 當你這個電阻小 這邊電阻大 這兩個電阻 電壓比較大 這邊電壓比較大 電阻越大 電壓越大 因為這像什麼電流啊 對 像我電流來講 這邊電阻越大 他的電阻壓越大 這電阻越小 他電壓越小 知道嗎 因為這從個系統 所以他的電流是固定的 那我們的電阻是什麼 電阻等於 電流成他電壓 所以電流是固定的時候 你壓力越大 壓力就跟電阻成正比 所以電阻越大 就電壓越大 電阻越小 電阻越小 就電壓越小 可是 像這邊是300 可是這邊差100多 所以這邊的電壓 所以這邊的電壓 應該比這邊大 才對 所以也就是電壓 我估計大概是 1.2 V1是1.2 我估計大概是3 比3小一點點 比3小 你說 我說是V3 比3小一點點 V1大概比1.5 多一點點 對 大一大 我們來試一下 分一下 V1算1.2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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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4.5 分數 3.5分是4.5 3.5分是4.5 是V1 是V1 看 4.5分是 欸 是吧 這樣有點 有點像 1.28 多 這樣算還是1.28 我不知道 我沒有算出 他是不是 1.28 7.28 等下 你們怎麼弄了計算機喔 他已經算了 等一下學新算了 沒有他剛剛已經打計算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200分之 分之 這邊是 4.5 2 欸 你們要這樣算 3比1 欸 是不是寫錯了 蛤 我把這邊 3比1這裡沒錯 2比1 3比1沒錯 所以我搞嘛 什麼東西 沒有 我看來什麼搞 我是這樣測的 然後把這兩本來先捏掉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什麼 從這邊可以看到是什麼 從這邊看到是什麼 3分之V3等於 2分之3V2 所以 V1 所以 V3等於 V3 多的是V3等於什麼 4.5V2 4.5V2 2.9V2 2.9V2 2.9V2等於4.5V1 多少V1 對 對 所以V1加上什麼 4.5V1 4.5V1等於 4.5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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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5.5V1 5V1 4V1 5V1 4V1 6V1 5V1 4V1 5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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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V1 5V2 5V1 5V1 5V2 5V3 5V1 再上去 V1等於 對啊,我先下面的減 下面會把V1 放到等號另外邊 就變V3等於4.5減V1 然後再同層 然後再這樣 然後再下面 下面的全部處理 300 都處理這樣 然後 然後 就把300分之V3 上面的300分之V3 就剪掉了 我用想剪 另外邊剪掉 另外邊上面的100分之V1 按200分之V1 就通分 通分成分母為300 然後就變成 300分之3V1 加上300分之2分之3V1 然後再採用 變成3V3 這怎麼通分成300 2 1 3 通分成300 通分成300 通分成2 通分成300 通分成1.5 所以就剪1.5 對啊 然後這樣上面會變成 300分之2.9 欸,2分之9喔 V1 這樣就變成300分之2 你這樣很複雜 你不覺得你這樣算很複雜嗎 可是我算出來 你算出來 我算出來 我算出來 我算得才對 怎麼會 OK,我們來看這邊 我們來看這邊 我們解決的地方是 你們的數學部分 應該再想一下 有時候在求解的時候 你看 想看白了 我的算法就一樣 把各式帶到V4 然後就變成那個 I3 等於300分之4.5-V1 這樣對嗎 對啊 然後 這樣就等於 100分之4.5-V3 加上200分之4.5-V3 這樣在講咩 就是 300分 300分4.5-V1 -V1 等於100分之4.5-V3 對 然後加上200分之4.5-V3 對 我就這樣敗了 然後 接下來我覺得這樣減很麻煩 不是 你 你這邊 你這邊是用 你把這個V3 換成4.5-V1 對不對 對 那你再把這個V1 換成4.5-V3 對 不需要那些不見的 這樣就變成二元一次方的四 是啊 所以一樣就寫V1 對 你通常來講 你會把這個式子 誰 你會把這個式子寫成V3 等於4.5-V1 你就會把這個式子 把這個V3換掉 這樣的話 這邊全部是V1 你就可以寫V1 所以你把它用V3換成V1 V1換成V3 你再寫出來 還是用V1 V3的真 所以我們來求解一下 我們可以趕快求解一下這塊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那你看一下 下課 對 4.5-V1 除以300 對 100分之V1 加上200分之V1 對不對 V1 V1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在數學求解來講 都有1百分之1 千萬1百分之1越跳 可不可以 是不是比較簡單 3分之4.5-V1 然後有3有2 我們就直接乘以6 哦 可以了 等一下 滿錯了吧 變成3 這邊2乘2 然後3 6 然後這邊乘3 對不對 所以這邊等候 這邊等於幾個V1 9 9 9-2 V1 對不對 所以 V1等於什麼 2V1 代過去變成 2個 代過去變成 11V1 V1 9 這等於11分之9 0.8 V1等於11分之9 0.8 V3等於什麼 4.5-0.8 這等於3.7分之9 OK 都錯了 YES 0.8-1 8-1 那為什麼你們也錯了 對啊 我們也錯了 那我們大人也錯 那就大人再加點了 我沒有給你扣 3-4